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是收赞的59美元大关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这个外汇整体来说没有太大变化 美元指数和非美货币均没有出现波幅 同时这个比特币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昨天呢 在本周以来已经连续三天出现下跌 从1919000美元呢 最低跌到过15800美元 那么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澳洲矿业的恢复 以及呢 澳洲指数啊 未来相对来说比较坚定的看涨 我们都知道我在十月份以来一直看好的一个澳洲指数啊 这个经过六次的起落 始终我是坚信他能够上涨 为什么我能够这么坚信呢 实际上呢 和我平时啊 有的时候的做事的风格啊 比较相像 有的时候呢 我在决定一个产品之前 可能我会犹豫不决 能会左右徘徊 选择犹豫恐惧症 但是一旦定了之后 我会坚定不移的一直看好 错一次错两次都不会临时的气馁 像这个澳洲指数的话呢 是上了六次六千点 有六次跌回六千点 我始终就没有卖掉 我一直是长期的持有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啊 说白了 为啥我能够这次澳洲指数是这个看好 这么一直这么看好呢 其实要是我跟大家说 我猜 是我猜的 是不是大家都要吐血了 其实呢 当然不是我猜的了 但是我们之前说到 你不论是什么美国的大银行啊 高盛摩根啊 或者说是花旗啊 还是中国的那些中金中投中信等等 啊 他们撰写的报告呢 看上去有理有据啊 有数据啊 有模型 有这个有那个 但说到底 也都是在猜 大家都是猜 无非就是呢 你拿的数据 或者说你的名头 比我更想 啊 因为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怎么走 即便是你现在看似 看似的是板上钉钉的事 也有可能随时翻牌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看好 这个澳洲200指数呢 而且连续六次跌破 我依然不变了 其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呢 从目前经济恢复的情况来看 啊 这个全世界的央行都在缩表 也就是不在那么大规模的印钱 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说明经济正在变好 不需要呢 降息或者印钱去刺激 那么经济变好 能够反映在实体上面 一个现象呢 就是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 将会逐渐增加 有可能这个趋势很慢 但是毫无疑问 这趋势是已经定下了不变 那么既然我们说 生产资料的需求会增加 需求是什么 对于澳洲来说 生产资料就是工业产品上的工业原材料 就是我们说的铁矿石啊 铜啊 铅啊 铅啊 这些东西 毫无疑问的是呢 随着现在全世界央行缩表逐步进行 或者说经济逐步恢复 我相信啊 这个矿产业占据的生产资料中重要一部分 也会因此而受益 这个呢 就是我长期看好澳洲指数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后面的图 这个图呢 是澳洲的矿产业指数啊 它仅仅包含的是澳洲的矿产股 我们看到曾经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高峰啊 是超过了17000点 但是呢 在打到这个09年 包括16年当时啊 黄金价格差点跌破1000 以及油价只有26的时候 横过去看似乎只有6000点啊 17000直跌 直接砍掉了一个10000还要少啊 那么目前从20 我们看到从2016年的6000点 现在已经爬升到了11300 几乎已经翻倍 那么这个显示的价格 其实很明显 就是可以从澳洲的矿业 几个龙头股的股价上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股价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你不论现在是从趋势线 还是从什么什么移动平均线 各类指标来看 这个澳洲的矿业指数 目前毫无疑问就是强势在上涨 那从现在下一个口 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在2011年的高峰值 13500到14000左右 这个价值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上面 还有20%的余地 这个呢 就是我们长期看好 或者说2018年重点看好的行业 那么最后 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是这个5点30分 日本央行将会发表他们的日元货币声明 以及晚上12点半 加拿大会发表他们的核心通胀数据 和美国的最终季度GDP数据 因此呢 今天下午到时候 日元波动会很大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加元和美元波动将会非常多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